哈喽,大家好,又跟大家来聊聊天,今天喝一点稍微有点啤酒的这种酒吧,我们刚吃完饭,今天呢,我在一些平台呢,发布的信息里面呢,就有跟我说,说一定不要,不要,光发饭,就是德国人老外,然后吃东西,然后摇头晃脑啊,然后你觉得这样就会有流量吗,然后这样就能带来收益吗, 然后你一定要发一点有争议性的话题,比如说,哎,你怎么跟前夫离婚的呀,现在前夫怎么样啊,这类的,然后我给他的留言呢,就是说,这类的问题,我觉得对于粉丝来说是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,就是完全他们都收获不到任何的这种有收益的,我是不会去说的,而且我觉得这一部分呢,属于隐私,我还是挺想保护自己的隐私的,那他粉丝又回来,那就完全没有, 没有流量了,那就怎么怎么样怎么样,我又回复了一下,就是说呢,那句话要怎么说来着,我觉得就是,Vlog就是记录我自己认为的美好的生活,然后分享一些讯息呀,分享一些快乐呀,给大家,让大家能够足不出户,比如说看看德国呀,了解一下德国的风土人情,包括文化,这都是可以的, 但是你说去享受一下我的隐私,然后去指指点点,不好意思,这个不是我想做的,如果往虚拟的说,我真的是希望有一天,如果坐着摇椅,就是头发已经花白,然后老了以后,看见我坐的这些微标,哎,今天吃的是这个烧烤,哎,然后那天吃的是水煮鱼,啊,什么什么的, 就这种是很有意思,然后也很有意义的,你说就是,非要去为了这个赚取流量,然后去赚取博人家的眼球,然后去做一些这个topic,或者这些话题的话,我是本人,我是不太想的,我只能是说,把我真实的生活展现给大家, 而且是我觉得对大家有意义的,有正能量的,然后一些问题的思考啊,思绪啊,然后展示给大家,然后包括我也非常乐意的,就是展示我一些个人的一些小小的喜好啊,或者说是我的一些想法呀,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的,对大家获得快乐生活能够有益处的,我才就是希望我坐进这个视频里, 得过的酒非常的好喝,所以呢,我也非常感谢各位粉丝在我这个留言下面,然后给予的各种的建议,或者忠告,或者是什么,但是呢,我呢,确实有我的想法,如果一个博主呢,他是需要去为这个视频而当作主要营业收入,或者是他的家庭主收入的话,他可能去想一些他的点, 或者是,或者是说他去想一些博眼球的东西,但是我本身的出发点呢,就是记录美好的生活,然后传播正能量,让大家了解德国, 然后能了解在德国的文化和生活,然后包括一些基本的知识,所以呢,我呢,不会去怎么说呢,或者说出卖我的隐私,或者说是揭露我的隐私, 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够,呃,有志同道合的朋友,能够在一起愉快的,开心的聊一下,然后呢,大家呢,茶余饭后,然后看看我的视频呢,觉得,嗯,挺开心,非常不错,这就够了, 这就是我做视频的初衷,然后也是我坚持到现在,包括我现在真的是已经挺忙的,然后,呃,因为已经开始,就又继续上班了嘛, 然后还,呃,在继续坚持,争取日更啊,但是肯定有的时候也达不到,这个的动力和源泉,所以呢,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我的初衷, 然后也能够继续关注我,继续信任我,嗯,最后呢,还有很多很多的朋友, 还是那个老的需求就是,希望我给他们介绍对象,这个太逗了,然后那个,我给大家唱一首单身情歌吧, 然后这个是我以前录的,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告别单身,然后迎接幸福愉快的生活。 今天唱一首单身情歌给所有单身的朋友,希望大家早日找到爱情。 抓不住爱情的我,总是连睁睁看它都走, 世界上幸福的人到处有,为何不能算我一个, 为何爱不群奋斗,早就吃够了爱情的苦。 在爱中失落的人到处有,而我只是其中一个。 爱要越做越勇奋斗,爱要肯定执着, 每一个单身的人得盼通,想爱就别怕伤痛。 找一个最爱的深爱的相爱的亲爱的人, 来告别单身,一个多情的,痴情的,绝情的,无尽的人, 来给我伤痕。 孤单的人那么多,快乐的没有几个路, 不要爱过了,错过了,留下了单身的我,独自唱情歌。 为了爱过去奋斗,早就吃够了爱情的苦。 在爱中失落的人到处有,而我不是最后一个。 爱要越做越勇,爱要肯定执着, 每一个单身的人得看透,想爱就别怕伤痛。 找一个最爱的深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人, 来告别单身,一个多情的,痴情的,绝情的, 无尽的人,来给我伤痕。 孤单的人那么多,快乐的没有几个, 不要爱过了,错过了,留下了单身的我,独自唱情歌。 好啦,谢谢大家的收看和收听。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,拜拜。 拜拜。